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IT的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画面 这是一条来自微软公司的新闻 叫做Windows Terminal发表 有朋友可能要问 什么是Windows Terminal 微软公司干什么要发表它 这就是我今天做视频的目的 咱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最近 微软公司2019年开发者大会 刚刚的结束 在这个大会上 真的是推出了很多新的新闻 新的技术 我感觉是非常的不错 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VSCode 而且还能远程调试 包括有在线版也推出 非常的多 今后我一点点的 有时间吧 一点点的总结出来 分享给大家 然后大家请看我的画面下方 这个是微软开发者大会的官方网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好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 Windows Terminal发表 Terminal发表叫什么 叫终端对吧 相当于是说 Windows新的终端发表 它能干什么呢 我给你念一下 Windows Terminal 它是一个全新的 现代的快速的功能强大且高效的 终端应用程序 它适用于命令行终端 Porshell WSL等命令行的专属用户 也就是说 咱们今后再在终端上执行一些命令的话 就不用传统的Windows终端了 而是要用新的终端进行使用 它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 好 咱们看一下新的Windows终端有什么强大的功能 或者说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我给您总结了三点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 多窗口 咱们都知道 现在Windows版本的终端程序是单窗口 你想干很多的事 就要开很多的窗口 对不对 不 在今后的Windows终端中 它给咱听了多窗口的功能 非常的强大 一会咱们看一下 接下来漂亮的字体 这个不用说 咱们想一下 为什么很多朋友都愿意使用Mac 是因为 其中原因之一 是因为Mac的字体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Mac的字体 非常的圆润 对吧 手感也很好 好 第三个 新的Windows终端 它有很多的设置 以及可配置性 咱们一会来看一下 好 那咱们一个个来 首先 多窗口功能 大家请看我画面中央的图片 这个是微软开发者官方博客的图片 为它摘录过来 这个应该是可以摘抄过来的 多窗口 什么是多窗口 Windows终端 它提供了多窗口的界面 您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工作窗口 每个窗口可以执行不同的命令行的应用程序 比如咱们看画面上 CMD PowerShell的功能 包括今后咱们会用到的WSL2 这里面我曾经做过视频给您讲解过 它其实是Windows的子系统 基于Linux的核心 大家请看还能执行多个 对不对 所以说 平时咱们在开发Linux的程序的话 如果用Windows终端新的程序的话 应该是大大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 好 接下来漂亮的字体 我给您念一下 Windows终端 它利用显卡的GPU加速功能来渲染文本文字 它可以快速的显示文本字符 字形符号 表情符 图标等 比之前的GDI引擎更加的高效 咱们以前用的终端窗口 是基于GDI引擎 现在播了 基于显卡的Direct技术进行渲染 同时 Windows新的终端 还提供了新的开源字体 增强文本外观 以及显示效果 大家看一下画面的右方 有颜色 有图标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字体 非常圆润 非常的漂亮 反正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字体 大家请看右边的字体 是不是有点像Mark的字体了 简直就是拷贝过来 非常的像 好 同时 它具备了设置和可配置性 Windows新的终端 它提供了更多的设置和配置选项 咱们可以对每个打开的窗口 进行外观风格 工作环境等各种属性配置 并把它保存在结构化的文本文件当中 这个功能 如果说是作为代码编辑器VSCode 其实并不新鲜 但是作为终端程序来说 这是首次 反正我感觉咱们以后 对咱们工作中所要熟悉 或者说经常使用的那些个风格 环境参数等等 都可以做成配置文件 保存起来 以便咱们团队共享 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对不对 反正我通过这些新闻的内容 我感觉这个终端 如果正式发表之后 我是第一时间会想使用它 因为毕竟我工作中开好的遭到穿口 我也受不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话重点 何时发布 在哪里才可以买得到 对吧 那咱们看一下 据官媒说 Windows终端将会以开源的方式 注意 它是开源的 以开源的方式公布在Github上 咱们都知道 今年微软收购了Github 并且在2019年夏天 通过微软的Microsoft Store Microsoft商店进行发布 首先发布的是预览版 然后在2019年的冬天 发布正式1.0的版本 然后我画面的下方 是Github的网址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反正最近微软公司 包括谷歌公司 有很多新的技术 我感觉2019年 应该也是一个技术大年 让咱们一起来期待 好 那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今天咱们来一起期待 最新的版本的到来 好 那就这样吧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